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匈牙利在足场对法国的比赛 今天匈牙利打了个3-5-2这队型的意思就是他在中场会拿很多的球 再说一说法国这边打了个4-3-3也算是个保守一点的队型 也是很传统的队型 匈牙利在45加2分中费要塔的打门让匈牙利1-0领先世界杯冠军法国 上一次匈牙利以3-0输给了普特亚 但这次他没有放弃1-0领先在上半场 给世界杯冠军看一看我们也是有能力战胜你们的 匈牙利的好日子在下半场的66分钟终于结束了 格里兹曼破门让法国1-1单平比分 这次进球让匈牙利的好日直接结束 这样子法国有可能2-1赢了这场比赛 匈牙利就会面对淘汰的可能性 最后匈牙利还是扛住了法国巨大压力 最后比分是法国1匈牙利1 这样子匈牙利目前在F组排第三 德国是0分匈牙利目前是1分 但是德国还有一场比赛在自己手中 这场比赛是对葡萄牙也是很难的 有C罗这些还有佩佩这些 但是呢有可能德国跟葡萄牙打平或者战胜葡萄牙的话 匈牙利还是在F组排最后 法国今天总体表现还是不错 就是一直被匈牙利压着打 应该他的前锋再多一些进攻 这样子好一些 他们也有些好机会 但是没有把握住 所以要是法国把握住这些机会 法国会有可能战胜匈牙利 最后世界杯冠军 法国跟匈牙利握手言和 谢谢收看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投币收成加分享